批哥四人气变化,三王争霸,四人创个人最佳,成团名单呼之欲出。 最新播出的第五次公演,李克勤阵营获得了总火力值第一,全员安全,其他三个阵营中,个人喜爱度排名末两位的李佳琪和杜海涛赞别舞台,很多网友都拍手叫好,这也是最没有争议的一次淘汰。 这次公演也是半决赛,对比上一次公演,哥哥们的人气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有人欢喜有人忧,而且综合前面的人气排名,最后成团业的阵容已基本浮出水面。 从初舞台到武功,共有六次个人喜爱度排名,六次第一都被三人平均瓜分了。 他们是哥哥队的李克勤和王征亮,弟弟队的尤长静,每人各获得了两次第一,他们毫无疑问是本季三大人气王,也是C位和Xleader的不二人选。 其中,李克勤是初舞台和二宫第一,武功人气排名第二,作为本季咖位最大的歌手。 李克勤拥有众多代表作,而且他虽然年纪是最大的,但依然能唱能跳能演,综合能力很突出。 在武功中,李克勤参与了阵营两个秀的演出,最值得夸赞的是他和黄霄带来的双人秀海底,这个舞台从头到尾只有他们两人在表演。 却震撼人心,李克勤对声音的控制,对情绪的处理,以及动作的演绎,都十分到位。 配合黄霄极具张力的表演,令人叹为观止,这个舞台获得了上半场最高分,可谓实至名归。 王正亮在四宫的人气排名首次跌出前三,排到了第五名,但到了五宫,他就王者归来,继一宫之后再次夺得了第一,特别适合高清晨表演的守候,感人至深,看哭了很多人,最终获得了897火力值,全场最高。 尤长静在三宫和四宫蝉联人气和舞台总分双第一,不过到了五宫,他就尝到了失败的滋味,阵营总火力值只排到第三名,个人喜爱度也跌到了第六名,阵营成员杜海涛被淘汰,他为此自责落泪。 从舞台表现来看,尤长静参与的两个秀都可圈可点,所以也有网友质疑是剧本安排,但不管怎样,作为弟弟队的尤长静,能与哥哥队的两位人气王争锋,已经足够优秀。 作为总决赛前最后一次公演,武功的人气排名对于最后的成团位无疑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其中,有四位哥哥进步神速,人气排名创下了个人最佳,基本成团无忧。 第一位是高清晨,他前期的人气就不低,特别是在二宫表演了《跳入水中的龙》,个人喜爱度高居第五名,但在四宫却急剧下跌,只排到了第十四名。 到了五宫他和王征亮表演了双人秀首后,获得了全场第一,他的个人喜爱度也连升十一位,排到了第三名。 第二位是早安,作为本季唯一的说唱歌手,越到后面早安的作用就越突出,每个阵营都想得到他,早安性格也很好,有求必应。 例如,在武功黑泽良平首次挑战中文说唱,他就找早安帮忙,早安虽然要忙于自己的排练,却及时录了三个版本发给黑泽良平,所以黑泽良平在成功表演完后,特别感谢了早安的帮助。 早安的个人喜爱度也连升六位,排到了第七名,创下了个人新高。 第三位是黄霄,黄霄是本季最强舞弹,也是各大阵营争相笼络的对象。 本季出圈的舞台《国王与乞丐》他的表现就很亮眼,他也靠着自己的硬实力,一步步地从濒临淘汰的边缘迈进了成团区。 从一宫的第三十三名,二宫的第二十三名,三宫的第二十二名,到四宫的第十八名,再到五宫的第十二名。 黄霄的人气排名实现了四连升,他自己也激动不已。 第四位是凤小月,凤小月此前的人气基本在成团区边缘徘徊,在五宫中他参与了舞台《求不来》,表演了男音琵琶,令人印象深刻。 人气排名连升六位,排到了第十三名。和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三位哥哥的人气排名急速下滑,一位是胡夏,连跌五位,排到了第十一名,首次跌出前十,另一位是徐海乔,连跌九位,排到了第十七名,扶龙飞也连跌六位,排到了第十八名。 按照网级惯例,成团人数都是十七人,本季估计也不例外。 在五宫淘汰两人后,最后进入总决赛的人数是二十四人,也就是说,会有七人不能成团。 根据五宫及此前的人气排名,严逸宽、朱星杰、景龙、秦浩、焦麦奇、林一伦等六人大概率不能成团,还有一人很可能是扶龙飞。 也就是说,其他人基本都能成团,其中,王征亮、李克勤、尤长静、石凯等人预计会高位成团,并且会瓜分个人荣誉大奖。 当然,成团与否,其实不太重要,哥哥们通过这个节目,留下了精彩的舞台,收获了友谊和观众缘,就已经是赢家。 我们再来看近期哥哥们的秘密,王征亮,早安的小秘密又致死了,庆莲的小秘密预料之中。 一个40多岁了,还有啃手指的动作,一个竟然拿胡下的古早丑照当手机桌面,还说他的手机桌面要比一般人的帅。 而庆莲的小秘密,则在预料之中,已经不算是小秘密了,那就是身材相对小巧的他,有穿增高鞋垫。 王征亮说自己的小秘密,就是挺小孩,挺幼稚的,虽然说年纪到了这个时候,但是当他很紧张的时候,或者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就会啃他的手指。 很多人听后,肯定跟颜一宽一样的反应,亮哥你这么大了,还啃手指。 为证明王征亮小秘密的真实性,节目组精心剪辑了王征亮啃手指大赏,把他一攻,二攻,三攻,在观赛区的啃手指动作全集合一起分享给大家。 讲真,要是不注意看,还以为亮哥是用拳头在捂嘴呢? 王征亮说,这个习惯是因为他从小拉手风琴,而拉手风琴其实不能留太长的指甲,所以拉手风琴时会时不时啃指甲,时间一长也就成习惯了。 王征亮还在镜头面前展示被啃过的指甲,那不是一般平呀,同时在线说啃指甲不好,劝大家可别学他。 早安的小秘密也跟王征亮一样幼稚,自爆他的手机桌面比一般的人要帅。 没看到钱,还以为他给自己拍了个很帅的照当手机桌面,看了后简直要笑扑,他竟用胡夏的古早照片充当桌面。 想象不到吧,别人都是用自己或伴侣或孩子或动植物等照片当桌面。 他却是用批哥才相熟的新朋友胡夏的照片当桌面,且还不是胡夏现在的帅照,而是N年前的丑照。 关于为啥用这样的照片,早安说遇到讨厌的人或不想再聊的人时,就可以把手机桌面亮出来。 这意思是古早丑照还能下腿人。 有时候可能是有效的,但有时候可能反而让人好奇心大增,一下抛出十万个为什么。 早安这么解释可能是还没遇到后者的情况吧。 至于庆怜的小秘密,可能还真就不是什么秘密了,跟秦浩是骗子的秘密差不多,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 秦浩说他的小秘密是他是四季哥哥以来睡眠时间最长的,是睡神,但严一宽觉得他的秘密应该是小骗子。 小骗子这称号是源于四季时,李克勤部落明明唱的是十字街头,秦浩为给哥哥们惊喜就当起骗局发起人,联合队友骗大家,说他们唱的是邱一农,哥哥们都信了,直到节目组公布演出顺序才知道上当受骗。 严一宽在给秦浩录视频时,王正亮也在,他说这不算秘密,因为大家都知道了。 不过,说起骗子,秦浩觉得真正的骗子应该是庆怜,如果非要说他是骗子,按照年龄大小划分,他是大骗子,那庆怜就是小骗子。 但庆怜否认自己是小骗子,秦浩就当场拆穿,说他穿了增高鞋垫,庆怜身材还真挺娇小,相处久了,咋可能看不出他有穿增高鞋垫。 庆怜说没有,秦浩就让他把鞋子脱下来,拿出增高鞋垫。 面对铁证如山,庆怜依旧不承认,说他从来没有看见这个。 秦浩就调侃他是本季节目里最后一个知道自己原来垫了增高鞋垫的人,还说他是披荆斩棘第四季的骗王。 面对谎言被迫,庆怜依旧淡定应对,骗王这称号好像也挺适合他的。 看完哥哥们的小秘密,是不是有种意想不到或啼笑皆非?